你不知道魏京允许没有预约 不可以随便进别人公司吗 你不知道魏京允许没有预约 我就一件事 办完我就走 好 你说 关于那幅画 我再买回来 这是一万块钱 你数数 一分不少 你听说过多少钱买回来的东西 还能多少钱卖出去吗 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生意 还有谁能赚钱呢 那你说多少钱吧 多少钱我都买 我买这幅画的原因只有两个 第一 画上的人是我 拍卖场上没有人想拍 我只想赶快解决尴尬的场面 第二 我不希望我的画像留到别人手上 你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看在咱们曾经认识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绝对公事公办 听我说 那幅画不是我放上去的 我根本就没想卖 你的时间到了 我还要开会 把画给我我就走 你不离开我就请保安 就这样吧 我也不想要 我只想要有什么 我只要扔了 我只想要有什么 你不想要 你去哪里 你不想要 我只能够 你去哪里 我只能够 你不扔了 你不扔了 我只能够 你不扔了 我只能够 你不扔了 我只能够 你不扔了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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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总 今天早上清点公司现款 发现少了一万 我想问问 您跟黄总有没有支取过 少了一万 保险柜的钥区除了我 只有您跟黄总有 所以我想问问 你问过黄总吗 还没有 黄总还没有来 行 我知道了 别人我问他吧 小刘 黄总 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走急 没经过你 自己拿了公司一万块钱 今天拿回来的 给你 放过去吧 那我先走了 什么事这么急 连我都不说 没什么事 反正钱我已经拿回来了 这不是拿不拿回来的问题 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啊 规矩是人定的 这家公司是你的也是我的 我不用干什么 都要经过你的同意吧 黄小强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起 我是你的累赘啊 我没这么想过 那这一天的事怎么这么巧呢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 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 我是这种为了名和利益 就不顾一切的人吗 你当然不是 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未来 说白了你就是不信任我 好 既然这样 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合作下去了 我离开这家公司我们散伙 好了吧 反正我也早就受不了严谨这个人了 希望我们工作关系的结束 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做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清静 所以专门找了一家茶馆 来 多谢 时间过得很快啊 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还是三年前 我不喜欢管人抹角 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来 就是想了解贾迦娜的情况 你想为什么就问我 只要我能说的 我一定全告诉你 我想知道 这三年她过得好不好 好 在外人眼里 过得很好 但在我眼里 很不好 怎么说啊 在外人的眼里 莉安娜用了三年的时间 跳槽了一家垮我公司 并且坐到了金牌经理人的位置 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我这三年一直跟着她 我亲眼看到了她如何一步一步 牺牲掉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感情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受了多少委屈 拒绝了多少幽默 那她的感情生活呢 我记得当初她是拒绝了我 跟你走的 她是拒绝了你 但是也没选择过 你知道她是一个 不会勉强自己的人 你是说这三年她都没有谈恋爱 是这样的 但是 她为了躲避别的追求者 经常对外谎称我是她男朋友 搞得我身边连女孩子都没有了 那我就好奇了 是什么支撑你 让你这三年无怨无悔地跟着她呀 什么意思 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我 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我 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我 看来三年真的可以改变不少 那就一定要变快 连我认识的老朱都变了 你变正常了 也变俗了 我不能老是众人结醉我独行的 东西我错了 你不是变正常了 你是会装的 你表面上装成一个正常人 可是你心里还是那个自命清高 我不是人间烟火的住这个 还是你懂我 行 就冲了这句话 我帮你 我没让你帮过 真的不需要我帮吗 喝茶 喝茶 饶,你活动 你没有动 你 JU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喂 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黄岳翔 你别挂电话啊 我就是夸你不接电话 我先用公务电话打给你 就一件事 我想见你一面 我这三年的事都说清楚 没有这个必要 我就耽误你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十分钟之后 你依然不想再见我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找你 好 明天上午十点来我办公室 好 明天上午十点来我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十点零三分 余预约的时间晚了三分钟 所以你还剩下七分钟的时间 如果不说话 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我要拿回我的画 画 可以 请自便 在哪里 在那儿 你为什么把它扔了 不就是一幅画吗 难道我要稍先把它供起来啊 佳领娜 你什么时候学会 变得这么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你这个评价 你明明就在乎这幅画 你明明就在乎我 我再说一遍 我之所以买回这幅画 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 侵犯我的肖像权 现在你听明白了吗 请你把它拿走 请你把它捡起来 我 我等待在这个邮件 我会把这幅画摆下 做得好 好 好 再去评论 我 我 找我 想一遍 你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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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相亲网上给小强挑的 高科技就是好 不用出门就能相亲 电脑上全都搞定了 每张照片都跟直结盖那么大 小强看得清楚吗 你能不能先进一点 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看着点我教你 鼠标轻轻地在照片上这么一点 你看 不就放大了吗 你以为我不会玩电脑 我来吧 我赶紧把弟弟的菜和食堂里边鱼收了 你说你一老徒你怎么竟干老太太干的活啊 收菜钓鱼都是我那些姐妹干的活 我乐意 快退休的人了 你就一点都没有拼搏的精神吗 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个一辈子都没野心的人呢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野心 你自己没本事 我怎么没本事了 小强有事 喂 阿姨 逗逗 说话方便吗 方便啊 您说吧 小强最近在公司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女朋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应该是没有吧 那就奇怪了 小强他这两天总是怪怪的 做什么事总是心不在焉 这一两天啊 那估计就是因为他前两天见任甲点娜了 甲点娜 娜娜他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而且现在事业特别成功 小强心不在焉 应该就是为了这事儿 那 那他现在结婚了吗 生孩子了吗 阿姨 我就跟他匆匆见了一面 我也不太清楚 行了 嘟嘟 那我明白了 阿姨不打搅你了啊 我跟你叔叔商量商量这事儿 嗯 别想这事儿了 黄耀强是男人 有点野心很正常 可以理解 啊 谁说的 樊耀强 樊耀强 娜娜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叫你娜娜的 我刚才叫你的英文名字 你没有反应 不好意思啊 刚才走神了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个案子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好的 等等 我的手机号码 是你告诉黄耀强的吗 你为什么要帮他 我问你为什么要帮他 我不想看你那么痛苦 朱振华 你是不是觉得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就很了解我 娜娜 你别再欺骗自己了好吗 你可以骂我 损我 在工作上贬低我 我一点都不会记忆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一直跟着你吗 就跟着我来走 didn't 我没有 你不想放进去 我们要帮你 我出发的 我一定会 听到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黄 老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赶紧过来 老黄 赶紧哪 你赶紧过来 你干吗呢你 行行行 来了来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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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娜娜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人娜娜现在事业做大了 网上到处都是她的新闻 喂 你哼什么呀 要不是逗逗告诉我 连我都蒙在鼓里 天底下重名重新的人多了 你看这不是有照片吗 怎么会重名重新 这不 这不是娜娜吗 你看 这不是娜娜吗 你看 我明白了 咱们小强心里边还是有她呀 要说这姑娘也真够不容易的 几年的功夫她就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 我觉得我们家小强已经够强了 想不到她比我们家小强棒几百倍 那这一回嘞 你就是把网上所有姑娘的照片都调出来 也没有用了 那可怎么办呀 我想去看看她 小强又没同意 你这样去的话 小强会生气的 会生气呢 咱们就以长辈和朋友的身份去看她 再说了 说不定娜娜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呢 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咱们前两天刚鼓励完小强 说让她有信心 她喜欢哪个姑娘就去找谁 可是 是那娜娜也回来 小强肯定摸不开面子 有些话她也不好意思说 咱们去呢 一来是打探一下娜娜现在的情况 二来咱们给她递个话 要是他们俩能重归于好 那不是极大欢喜吗 二路三年没见人家了 这样去会不会太貌似的 什么貌似不貌似的 再怎么说 她也管咱们两个叫个爸和妈 你说呢 那我在网上搜索他们公司的地址 对 是这儿吗 就是这儿 进去吧 等等 快 给你拿着 你拿着 丢不起这人 你说你买这么多东西来干嘛 你说你 李多人不怪 甭说一百块钱了 该花的就得花 你说你要送礼的话 家里好多东西拿来就是了 干嘛非得去超市买呀 你看 你知道这蜂蜜都一贯多少钱吗 好几百呢 为了小强的幸福 再多的钱也得花 行行 你别讨厌了 你别说这儿装修还挺好的 别丢人啊 知道了 你好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找一下小贾 贾电纳同志 请问您有预约吗 预约 我们不用预约 对 抱歉 没有预约是不能见贾小姐的 贾小姐非常的忙 而且一天的工作已经排满了 你去跟她讲 是黄满强和杨洁同志要见她 抱歉 认识贾小姐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不能一个个通达 公司是有规定的 不过二位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二位转达的 转达他 我们要见他 对 抱歉 公司有规定真的不可以的 而且 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公司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吧 等一等 好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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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叔 叔叔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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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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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严肯 叔叔叔 叔叔 的 孙儿大了 胜不好 不好意思 贾小姐确实很忙 二位有什么口信的话 我一定转达 那行 谢谢啊 谢谢 等了一上午了 我看她就是成心 你别这么说 也许人家确实很忙呢 行 那你等着啊 我回家了 我遭不了这个羊醉 我回家了我 回家回家回家 干 干嘛 我把这带走过 一遍我都会留给你 我把他带走 干嘛你 怎么了啊 你冷了吗 我把这带走 把这带走 他雷汉 一座 哥 你 你 我没用 我 我知道 你刚刚说姓什么 好像一个姓黄 一个姓杨 什么时候走的 刚刚跟你前后脚 叔叔阿姨 请喝水 叔叔不能再喝了 实在不好意思 让您二老等那么久 没 没什么 大公司嘛 工作都忙 看出来了 你们公司规模特别大 缺了你就不会赚了 喝水 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 叔叔阿姨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是 我是没变 连个副处长也没当上 就是跟年期了脾气有点怪 你 你就不一样了 变化挺大的 本事也大了 长得也更漂亮吧 是吧 说话真假 多喝水 不好意思 你怎么 哈啰 杰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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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都是为了小强好 我怎么了 人家都已经追回来 跟咱们真诚道歉 你要真问小强好 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 真诚王 我怎么没看出真诚来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刚接一个电话 没关系 咱们这么久没见了 要不一起吃个中饭吧 那 振华帮我订个房间 我要和叔阿姨吃饭 这个振华一直跟你是同事啊 是是是 是以前公司的同事 后来成为好朋友 就一起来了新的公司 好好好 叔叔阿姨 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还拎了那么多东西啊 这就是顺路随时买的 在家里时间割长了 怕坏 所以他给你停下来了 多喝点水 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不好意思 谢谢阿姨 有钱吗 真有意思 就是能力 你拉倒吧 我们一来他有什么梦 姐姐 别带我来这种梦 他们不能解决吗 是 是让他们先想办法 哎呦还挺帅的 怎么办 行了我知道了 来 来 来 叔叔 阿姨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呢临时有个重要的事情 有份文件他们取不了 非得我本人去取 好好好 要不这样吧 我让郑华先带您二老去餐厅 我取完以后马上过去 行吗 不用了 我们中午回家吃不在这吃了 行 行 好 行 一会儿见 阿姨请 谢谢 阿姨 艾伦 你给我这份数据 跟上次那个是一样的吗 不对啊 我没有看错啊 行了 我上来找你 好 叔叔阿姨 丹安娜说了 不用等她 那你们先吃 那个 还是再等等啊 啊 叔叔阿姨对不起 我学在打个电话 全然取得英文名 呆呢 你说她呆吗 我怎么觉得她一点都不在 聪明着呢 就这几年你看 能够爬到这个位置 身后还不知道 有多少难支撑她呢 不说话了吧 你傻了吧 二年今天咱们就不该来 你看 等这么久 剩一肚子母亲 那我看她的 我都不应该会 你怎么想她 拿起来 是 叔叔 阿姨 您开门呢 你们两个赶紧走吧 妈 我们这儿的庙小 容不下你们两尊大福 一会儿大买买赔了 我可赔不起 怎么办 灯 灯 灯 噓噓噓 阿姨 您消消气 我们就在外面等 等您消了气再开门好吗 买这么多东西 得好几千的吧 来来来 我再看看 我看看 这得上万了吧 一出手就这么大方 是来揍咱们的吧 一会儿说行了 开门吧 人家等也等了 道歉也道歉了 是吧 到现在还在外边 弯腰站着呢 他就是装个样子 停不了五分钟 真得走 你上外边试试 我看你能停成五分钟 是吧 人家已经鞠躬道歉了 就说明人家有诚意 对不对 我虽然不赞成他们俩 再 再走在一起 可也没必要把事弄得那么僵啊 我不管 他能这么对付我们 就能这样对付小强 我今天非得给他看看 颜色不合 算他倒霉 怎么碰上你了 对 对 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接一下吧 人际关系更重要不是吗 嗨 我们让叔叔阿姨等了一个小时 让他们等会儿又怎么了 你 哎 哎 已经一个钟头了 这次好像还有点诚意哦 我跟你说啊 你要再这么不讲理的话 那你就是给咱家小强丢脸了 叶娜 这个你必须要看一下 回公司 不跟叔叔阿姨说了吗 叔叔阿姨 我们临时有点急事 下次再来拜访你们 抱歉 叔叔阿姨 礼物在门口 别忘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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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呢 把东西给我拿走 你以为我们家稀罕啊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强做的最牛的事 就是跟你离婚 人家都已经早了 别没完没了 行了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别打了东西 什么 扔了头 我打诉你了 怎么办了 快 这是什么 你们都是木头吗 出来这样的事情 居然没有人发现 丹丹小姐 凯文来公司的时间 比您的时间长 而且她是我们资历最老的员工 我们都很相信她 不会怀疑她 而且您也知道 我们都负责自己的环节 不知道项目的全貌 项目泄露 岂不是太离奇了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就屋子里这几个人 好了 你们出去吧 这件事情交给我和热布团来处理 记住 出去以后一个字都不许提 项目照常进行 明白了 明白了 出去吧 感谢您的邀请 请还订阅 正如公子 提供 就是 压 你看看 你看看 不如我们一回不够 还跑到我们家门口来演这么一出 妈 你也别太生气了 她可能真的是很忙 忙你就不要许诺嘛 是不是 她就是想让我们看看 她有多忙 有多成功 我们皇家离开她以后有多可惜 可惜什么呀 虽然你这几年没什么变化 可是我们好坏也是个老板 哪一点比她差 我们比她自由 我们比她幸福 是不是 行了 行了 说话别扯上别人 小 小强 这两年确实不够努力 确实不如人家 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 胳膊肘往外拐啊 我们小强哪一点比她差了 魏逗逗是小强的好朋友 他们一块开一个公司 总比她跟那个猪什么什么什么 两个人不明不白地要强 那个妈 有个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其实我已经从豆豆公司出来了 为什么呀 不是 我就是想出来自己闯一闯 你不用担心 我才辞职几天 就有一个老板看中我之前的作品 想要跟我合作 你儿子在这方面虽然是半弄出家 但绝对是千年王八万年归的奇才 反正你说这些我听不懂 我 我就是想知道你们俩为什么要拆虎 别说那么难听啊 小强 爸支持你 谢谢爸 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妖精 又妖精长妖精短的 我跟你说 我看了啊 就刚才人送的这个东西 一种就得上万 这么贵重的东西 咱 咱们不能要 就给人送回去 不行 把这些东西 从窗户上扔出去 还想让我上门还它 它想得美 行了行了 我都知道你那人小九九啊 舍不得 是吧 我再说一遍啊 东西太贵重 必须给人还回去 等会儿 明明是你想要 把这些东西全给我扔了 行了 怎么扔出去 你是不是就是想留 行行行行 你们别吵了别吵了 我 我去还 行吧 不能去 我不能让你跟那个小妖精见面 我直接找朱振华 我不见她 拿出来 全给我放下 放下 这咱们老妈呀 别动了 没法跟你说话 你说你什么语言啊 丹丹小姐 名单上这五个人 平时在公司本本分分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想到 那听说话 你怎么看 那是一个人 沱显 那是一位 你怎么看 我都没有想到 现在 咱们 我都没有想到 我再说 我 你也能女摸头了吗